调查陈水扁任内推动二次经改的决策过程 上午9点多钟 刘希坤到达特征组接受约谈 他说自己只是证人 而且和二次经改毫无关系 我是2005年的21号卸任 有关于二次经改的决策是在2004年的11月做决策的 所以决策后不久 我就离开 据报道 特征组调查台湾部分企业向陈水扁家汇款的相关案情时发现 一些金控公司的高层在二次经改前后 曾经汇给陈水扁夫妇高额款项 而为了查清这些款项和二次经改是否有对价关系 特征组已经密集地传唤了多位陈水扁任内的财经官员 这些官员在应讯时承认当时要求限期完成经改的就是陈水扁 办案人员说 检方调查二次经改已经接近尾声 近期将再次前往台北看守所救训陈水扁 预计在汇整相关案情之后将会贞结全案 好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4月2号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举行欢送会 为返乡业祖的老台包送行 这23位老台包最年轻的都已经年过七旬 60年前他们从台湾定居大陆之后就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其中林立运到大陆时只有19岁 如今他已经满头云发仍然不敢相应 他用闽南话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 大陆老台包返乡业祖文化参访团将在3号启程 他们选在中国人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 清明节期间赴台 就是要表达60年来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情感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4月1号 民进党台南县长的提名人选出路 民进党籍立委李俊逸将参加今年年底的台南县长选举 此前民进党内围绕台南县长提名一事 前陈水扁办公室秘书长陈唐山 民进党籍立委叶宜金与李俊逸三人相争不下 为什么最终李俊逸被提名参选 对此执意参选并且民调最高的陈唐山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今天就这些方面的话题 我们通过微信连线的方式 邀请台湾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分析 一位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江明清先生 一位是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欢迎二位 李翊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翊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二位好 我们先通过一段背景资料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陷入纷争的民进党台南县长参选人提名 日前终于尘埃落定 4月1号 民进党中职会通过了征召立委李俊逸 参选台南县长的决议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随后召开记者会 对外宣布了这个决议 那经过了我们这段时间以来 一次又一次的征询 那么又一次又一次的地方的基层实际的调查 跟协调之后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在中职会也做了讨论 那我们今天参与的中职委一致的决定 就是我们七名李俊逸李委员 参与下一次的台南县的县长的选举 据报道 针对年底的台南县长选举 李俊逸和陈池扁办公室原秘书长陈唐山 以及立委叶宜金在近段时间展开了激烈竞争 陈唐山在得知李俊逸获得提名后表示 这是台南县民意最昏暗的一天 他一定会参选到底 叶宜金则表示尊重民进党中央的提名决定 一些民进党人士担心 陈唐山坚持参选到底 可能会导致民进党分裂 对此现任台南县长苏焕志说 民进党没有分裂的本钱 那这个我们会整党 就是全党的这个大家团结 支持李俊逸委员参选 由于陈水扁多次表示支持陈唐山参选 因此陈水扁派系人马 对李俊逸获得提名反应强烈 有人因此退出了民进党的选战策略小组 有人拒绝辅选 还有人说民进党中央是在乱来 要联署召开临时党代会 推翻提名李俊逸参选的决议 不过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 则对民进党中央的决定十分肯定 他说蔡英文很不简单 是在走出自己的路 有台湾媒体发表评论说 民进党拒绝提名陈水扁派系的陈唐山 是在陈水扁的故乡台南县 与陈水扁对决 展现了摆脱陈水扁路线的决心 做了一个对自己绝对有利的一个决策 但是我们也看到岛内不同的评论 说通过这次台南县长提名人选的竞争 似乎闻到了一种硝烟的味道 就是民进党的内斗和派系斗争已经开始了 那我不知道对此 黎先生您持什么样的评论 民进党有个习惯 他通常会分而不列 就是说他外面会分 但是谁离开民进党 谁就不能生存 这是今天的报纸 陈唐山提名出局 这个扁游戏反扑 就陈水扁系统跟游戏坤系统 开始反扑 他台南县的决定 他是什么 外寻求谢长廷的合作 你看谢立廷蔡英文 反扁势力是结合 然后蔡英文拉拢书患制 大联军抗扁军 所以他在做法上就说 外有谢长廷的合作 法定林白礼翘起二郎腿 就看起了自己的东西 记者很好奇 他到底在看什么 他那样指的时候 大家探头 看他手上到底是写什么 结果密处来跟他讲 董事长后面有人记者 在看你的东西 他很客气 直接拿起来 好 既然你们要看 那我们就给你们看 大老板实在有够忙 连开庭都不忘安排下一个行程 甚至在法庭内打电话 被罚警请出法庭 但庭时一讲 就是两三个小时 接近中午 林白礼打合欠睡着了 今天的体验过程 或许是比较缺少火花 因此已经有一些年纪的 林白礼这时候在台下 撑着头打起盹来 直接睡着了 看到他这个眼睛 已经闭上睡着的时候 连在法庭里面的罚警 也哑然失笑 态度有高随性 还记得93年3月4号 当时陈水扁跟林白礼 一起为竹科桃源龙台基地 举行动土典礼 这回在法庭间 两人态度跟天气一样 好冷 好冷 今天林白礼到目前为止 已经半个小时 完全都没有看到他任何一眼 一眼都没有看 陈水扁没有看林白礼 林白礼也一眼都没有看到 陈水扁 为什么连一眼都不看我 林白礼跟陈水扁 分别离开法庭的时候 心里想必都还在想这个问题 东西新闻水中心 综口报道 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下午是传唤了 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还有前101董事长 陈敏勋来进行对职 两个人做得相当的劲 体训过程 就像姐妹在聊天一样 反倒是前府内会计处科长 梁恩次很会强化 频频站起来回答 甚至多次用邪恶 无耻等强烈字眼 30马尾陈敏勋 穿着一身黑色薄套装 吴淑珍则是穿着橘色后外套 围巾加上皮手套 还偏偏喝气搓手 身体状况有点辱弱 看得出来 他身体不是很舒服 不断地皱眉头 而且不断地眼嘴 咳嗽咳嗽不停 虽然说是对职 但陈敏勋说 1000万不是买官 是资助民进党 而在过程当中 吴淑珍陈敏勋坐很近 就像好姐妹在闲聊 反观前总统府会计科长梁恩次 跟吴淑珍对职时 实在很激动 但是他每回答 任何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 他都坚持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回答 所以后来这个审判长蔡守迅 速度提示他请坐下 请坐下之后 后来甚至很明确地告诉他 请你不要再站起来了 问反了 他最后他喃喃自语 对着电脑说 这个是很无耻的事情 徐建惠法官问到说 听说马永诚 用犒赏清测 来把这个钱拿出去 给自己用的时候 你怎么看 他说我没有那么邪恶 讲到接动处梁恩次 甚至连律师一起呛 他问话常常千回百转 转来转去 后来他就直接很不高兴 我是老实人 你不要害我 你不要误导我 你讲话就讲清楚 哇那当场 林志忠很尴尬 这场老实人却频频用了 无耻邪恶等强烈字眼 想必他对国务废案 还有很多话想要说 冬山新闻社中心 最后报道 好 特军主持续来追查 二次金改案 今天是约谈了 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坤 其实上星期六 就要他道案来说明了 不过当时游锡坤有事请假 今天他在庭上表示 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金改 出发点都是为国家好 但是他也坦言 在执行过程当中 确实有偏差 早上9点25分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坤 遭到约谈 就因为民国93年 还担任行政院长的他 到底在二次金改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是2005年的 21号卸任 有关于二次金改的决策 是在2004年的11月 做决策的 所以决策后不久 我就离开 游锡坤讲的一副与我何干 但毕竟二次金改 最后决策过程 就在行政院 这责任撇得清吗 有关于相关金融改革的推动 都是非常好的 至于说在执行过程 发生一些偏差 那个是执行的问题 我想跟政策的决定 应该没有关系 记者追问之下 游锡坤才勉强坦诚 二次金改确实有问题 而这个案子 即将进入贞洁 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词 都把矛头指向陈水扁 特征组将会在近期之内 再度就训陈水扁 给他最后的打变机会 端新闻理事会 林汉廷 三居小组 台北报道 昨天陈水扁和孤重量 当庭对质 也说出了 与扁家往来 还有和陈水扁夫妇 向他所款的情况 对话当中 透露很多的秘密 像是当年 陈水扁选市长落败 孤重量是带着 2000万的现金 去见陈水扁 还说陈水扁 当领导人之前 是叫他重量兄 当领导人之后 是叫他重量 两个人的关系 绝对不像陈水扁 口中所说的 没那么熟 妈妈想清楚 我懂你意思 对对对 至少要帮忙 不能帮到吗 不能帮到 警察官说的话 孤重量真的有在听 这次出庭想的 相当清楚 把他和扁家的关系 详细说了出来 陈水扁一开始就说 为什么说 我很信任你 你当时才几岁 孤重量回说 你市长败选时 我带着李登辉的话 去鼓励你 我阿嬷捐的2000万 你也收了 不信任的话 干嘛见我 陈水扁不甘示弱的说 我当初是找 两位孤资政帮忙 又不是找你 孤重量反驳 我和你的互动 比资政还多 没有资政 会给你这么多钱 陈水扁又说 2000年我还没搬到关底 你去关底 见蚊子吗 孤重量回说 你没当总统 称我重量兄 当总统之后 叫我重量 夫人大我没几岁 我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明明平常 叫他重量 陈水扁却在法庭上 翻脸不认人 撇清两人关系 似乎想让孤重量 和他的关系 瞬间没了重量 公司新闻 综合报导 好 别人还在审理呢 不过所谓的人民新政 似乎已经形成了 下午马英九亲自主席府内连政委员会 感叹国家最高的机关 在过去八年居然成了炒股中心 让曾经当过府内秘书的马英九难过好几天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特别引用论语子路篇 强调领导人的身教有多么重要 马总统感叹 总统府居然变成炒股中心 过去就不谈了 最高的一个机关 一度成为炒股中心 让我伤心了很多天 因为我在民国七十年进总统府 做了七年 这是我建国的最谨慎 甚至最保守的一个机关 怎么可能走到那一步去呢 曾经当过金国总统秘书 曾经在府内服务七年 马总统对于炒股中心四个字 特别无法释怀 东城新闻放汗 张志诚台北报导 年底台北县长选战国民党 为了谁代表出征是争议不断 被爆料民调输得很惨的 现任台北县 这一步的G20 G20